我们注意到有报导是援引消息人士称 日前非法驻扎在叙利亚的美国军队 从其强占的叙利亚油田窃取石油 并且是偷运出境售卖牟利 叙利亚石油部长图迈赫 谴责美国所作所为是强盗行径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我也注意到了有关的报导 这不禁让人想起 美国在入侵阿富汗20年之后 粗暴地霸占 阿富汗人民70亿美元救命前的操作 叙利亚危机已经延宕十多年 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和经济干预 却从未停止 据统计 2016年至2019年 叙利亚死于战乱的平民 达33,584人 2017年 美军对叙利亚拉卡市 发动所谓史上最精确的空袭 导致1600名平民遇难 在今年2月 美军对伊德利普省的突袭中 包括6名儿童和4名妇女在内的 至少13人死亡 令人遗憾的是 美国政府非但没有反思自身战争罪责 反而堂而皇之地搜刮掠夺叙利亚国家资源 令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空前加剧 根据最新数据 叙利亚9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三分之二人口依赖人道援助 维持生计 百分之五十五人口无法得到粮食保障 叙利亚人民的财富被美国公然攫取 自身有因美国制裁缺乏发展的机遇 叙利亚人民感叹 但美国的强盗行径和经济封锁令人窒息 在美式霸权之下 不能呼吸的不只有弗洛伊德 还有叙利亚人民 阿富汗人民 以及那些因美国军事干预 而身处苦难的国家的人民 国际社会越来越看清 在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装之下 藏着一颗基于美国利益至上的霸权之心